9月3日,已经61岁的刘德华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号召力 他的一场直播足足吸引了4亿粉丝的观看 仅仅直播了两个小时,却让很多明星望尘莫及 为什么刘德华能够长红40年呢?男神究竟有什么魅力呢? 在娱乐圈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爆火的明星,但是很多都是昙花一现 能够像刘德华一样一直红下去的明星寥寥无几 刘德华至今出道已经有41年了,是大家心目中的男神 也是港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艺人之一 即使放到今天,刘德华依旧是很多明星的偶像 在他的身上有标签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比如作为歌手,他是至今获奖最多的歌手之一 也是在世界吉尼斯纪录大权中作为中国香港歌手获奖最多的男歌手之一 作为演员,出演作品有上百步之多 还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获得者,而且还获得了三次 而且金马奖影帝他也获得了两次 无论是乐坛还是在影坛 刘德华几乎是无法超越的存在 也是贯穿了所有年龄段人们记忆中的男神 其实如今已经是61岁的年龄了 但是在刘德华身上拥有的号召力依旧是至今无人能笔迹的 而这种号召力离不开他的爱国情 离不开他对粉丝的温柔和关心 更离不开他本人对演员歌手这个身份的尊重和认真负责 刘德华的粉丝之所以这么长情 是因为他们之间是双向奔赴的 刘德华和粉丝之间好像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粉丝懂得刘德华的理想 刘德华懂得粉丝的期待 他们之间处处都有对对方的关心和爱护 曾经有网友晒出过这样的一段视频 视频中有一位是刘德华的粉丝在活动现场 为了得到刘德华的签名 苦苦排队了八个小时之久 却不料即将排到他的时候 却出现了插队者 排队的粉丝情绪瞬间控制不住了 在现场大吵大闹 当刘德华注意到这一情景 并没有粗暴地让保安上来维持秩序 而是亲自对粉丝的情绪进行安抚 而且呼吁现场粉丝要注意维护秩序 这段视频一出 粉丝们纷纷感慨 太有爱了 而且在他开《人唱我的歌》的演唱会的时候 郑重其事地告诉粉丝们 这首歌就是送给大家的 情到深处 刘德华还流泪了 而全场粉丝受到感染 情不自禁地一起合唱 现场氛围十分温馨 还有一次 刘德华在香港举办了演唱会 由于嗓子发言 而不得不导致演唱会暂停 他多次鞠躬向观众们道歉 并表示一声不允许他再唱下去 他自己内心也是很无奈很遗憾的 而后刘德华出院后 也是在此发长文道歉 刘德华再次向歌迷们致歉 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虽然这场演唱会没有顺利进行 不过门票可以退 也让很多人放了心 而且 当刘德华在演唱会上 由于一个粉丝从观众席跳跃跨栏 到了舞台上 着实把刘德华给吓了一跳 但是刘德华也是迅速抱住这名 跪倒在地上的男粉丝 并且安慰他 时刻关心着他的安危 稳定粉丝的情绪 随后才让保安把这名男子送下台 这让很多人为之点赞 对于取消演唱会 刘德华再次向歌迷们致歉 也是获得了粉丝的谅解 从刘德华对粉丝们的态度 相比与那些高高在上 只想榨取粉丝价值的流量明星们 对于他们而言 根本不配称之为偶像 而作为刘德华的粉丝 粉丝们会感觉到尊重 也会由衷地去喜欢他 爱国是刘德华最大的魅力之一 在刘德华这里 爱国从来不是空口号 而是体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 他把爱国刻在了骨子里面 每一次人们面临着自然灾祸的时候 大家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他不仅为灾区群众捐款 还会充分利用自身的影响力 积极进行募捐 1991年在我国的中国东部 发生了特大水灾 这场水灾对当地人民 造成了很大的灾难 刘德华第一时间进行捐款 还号召很多艺人进行募捐 而更是在三年后 在他的帮助下 刘德华慈善基金会顺利成立 这个基金会帮助了很多的残障人士 以及贫困人群 2008年 刘德华成为香港第四位传递奥运火炬的人 也是第一位传递火炬的艺人 他用实际行为证明了爱国和做慈善 都不单单是说说而已 当年香港回归时 刘德华写了一首中国人来庆祝 更特意到长城拍MV 他回忆说 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可以用香港人的身份 跟大家说自己是中国人 我嘴巴在唱 眼睛在看 真的会想到几千年来 我们中国人的苦难 用尽了自己最深的那口气 当年1997年香港回归 不少香港人对前景感到不安 但对刘德华来说 自己满心满眼的都是欢喜 他表示 每次回家乡江门时 就像回到家一样 是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刘德华也透露 自己喜欢在表演中加上中国风的东西 但不希望 当全世界都喜欢中国风时 我们才跟进 未来也会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 期许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他直言 在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中 我刘德华一定会成为当中的中流砥柱的一员 而在香港 刘德华这个名字的前面 一定是中国人 因为他的爱国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 在哈韩哈日成为所谓的主流的时候 刘德华却证明了 华流才是最重要的 在华语明星中 能够在韩国多次开个人演唱会的明星 非刘德华莫属 而且至今无人能够超过他创下的 最多在韩国开演唱会的记录 而且刘德华每一次到达韩国的时候 机场都会被粉丝围得水泄不通 特别是当年他的《天若有情》播出的时候 直接成为了韩国女生心目中的男神 而在2002年 刘德华和梁朝伟的《无间道》不仅在我国爆火 在韩国也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为了宣传工作 二人亲自到韩国开宣传会 在现场有很多韩国的顶流明星亲自到场 而且刘德华本人出演的很多影片 韩国人都进行翻拍过 一些在被视为男神女神的顶流艺人 比如郑宇盛 李炳宪 宋慧桥等 他们的偶像都是刘德华 90年代初 刘德华的专辑在韩国也大受欢迎 销量一路扶摇直上 其中英文歌曲《图佑》占据韩国流行榜27周 打破张国荣此前保持的18周记录 而且由于喜爱刘德华的粉丝太多 韩国最大的巧克力公司也邀请刘德华为他们拍摄广告 刘德华的首场个人演唱会不是在香港 而是在韩国 1991年 刘德华在韩国首尔奥林匹克体育场 连续举办了四场演唱会 震惊了当时的韩国舆论 当时刘德华连续三年击败 以麦克尔·杰克逊为首的西方巨星 连续三年获得韩国最受欢迎外籍明星 而且麦克尔·杰克逊在韩国开过演唱会的时候 嘉宾也邀请了刘德华 而且刘德华在日本的人气相当高 他每次去日本 日本各大电视台都针尖恐后地邀请他做专访 可见日本人对这位中国巨星的重视程度 而自从他和拥有很多粉丝的性感女星 长盘贵子合作了电影《阿虎》 更让其收获了很多日本观众的喜爱 2002年 刘德华被日本杂志选为日本最受欢迎巨星 而且已经连续七年夺得此奖 但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 刘德华表示 自己并没有打算进军日本市场 因为他认为香港的电影和音乐发展空间是巨大的 言语间都是对华流的自信 这位了不起的天王用他独特的智慧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出道41年 累积大大小小的作品 刘德华除了受伤之外 似乎很少有休息的时光 而且刘德华贵为天王 当然被许多演艺圈后辈视为典范 阿雅就透露自己从小喜欢刘德华 后来进入演艺圈 有幸认识刘德华 她对阿雅说 阿雅做人就要像五根手指里面的大拇指 也就是要做最棒的人 她的大拇指理论 至今还被阿雅当成座右铭 不分国界 不分年纪 大家对刘德华的喜欢都是真切的 而她的敬业和高尚的品格 也是大家喜欢她的原因之一 她无论再累再辛苦 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敬业无比的她 也被视为勤奋的代名词 你没办法用歌手 演员 或是舞者来定义华仔 传奇或许更能为她的巨星人生做注解